歡迎來到義生獨將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 如何提前為第一期三合的第四章做準備 依照台灣特別版的三合 第一期官方下降了最少最少有30%的難度 所以說基本上在第一、二、三章 所有玩家都可以很輕鬆的通關 最大的問題點在第四章 那你如果說要第四章過得比較輕鬆的話 有一些事情包含武將或者是專武 你可以事先做準備 我今天只能以前段班來做講解 因為我就是標準的前段班 第一是你在第二期設計值 假設你有充富可敵國的排行榜 那你的設計值卡到263、2671之後 我後面所有的資源全部都屯下來 一直屯到第四章我才吃 包含我過第三章的時候 我那時候通關的設計值大概是500多萬的設計值 大概530萬到560萬吧 那當然我是有完整的火燒隊 即使是這樣 在第三章以500多萬做手通的話 還是有點難度 這個你前段班的朋友自己考量一下 那因應今天官方改版之後 你的三核加速資源沒辦法再去做囤積 因為現在你的所有三核資源 它的前面會附加一個1234 你在第一章獲取的加速資源最多最多吃下去 只能獲得1-375的材料 你沒辦法像我們現在比較前面的伺服器 我在第一章獲取的加速資源 第二章、第三章 我都可以統一留到第四章 我卡關之後 再慢慢去吃 把它改版之後 它所有的加速資源 會有分123章 它這邊寫4就是你吃下去之後 可以獲得4支3756個小時的資源 當然這是在你有通關的前提之下 你可以獲得4支375的通關資源 那你在第1、2、3章 就沒辦法像我們前面這樣 可以一直流流流流 流到第四章再吃 這也是官方在今天改版 變相的削弱玩家的實力 所以說你在第二章通關之後 基本上 你的資源就是照著章節去升 慢慢的去提升你的設計值 這是在後面伺服器比較吃虧的地方 個人覺得 那至於角色部分 有幾隻角色是比較常用到的 打六人組的 不外乎最好通關的 標準的火燒隊 火燒隊的標準成員 是幾隻 那有可能換一隻王元姬 為什麼會換王元姬 所以主要是因應 假設性 今天對方後排有章療的話 你要率先先把章療 去打出隱匿的效果 然後神兵部分 可能會去換斧頭之類的 去加速讓章療進入隱匿 預防你被一隻章療卡在那邊 然後被對面的靈寵加神兵打死 再來就是 如果說遇到太史池切後隊的話 絕大多數也都是以殭屍流下去打 大多數 都是以殭屍流下去打 這是在你要搶手童的時候 蠻重要的一個隊伍 也有少數 需要靠賭狗的 可能會上一隻劉備 就大概這樣子 假設你遇到切後隊伍的話 那比較特殊的是 你遇到六人組 他沒有限定你幾回合內通關 然後又要求你血量百分比在 30% 40%以上 你可以用這種特殊隊伍 前後保牌 紅原機減傷 調查控制 然後 只要我方有減緣的話 殷機會施放藍模 去替補你的位置 然後讓對方的輸出打在藍模身上 增加你整體的存活度 降低對方的輸出 這個在六人關卡 然後要求是 血量不得低於30% 40% 這種特殊組合意外的好用 這是在我那一天 第四張直播的時候 有觀眾朋友跟我說的 姑且一試 撕下去之後 差點跪下來叫對方大哥 就是有意外的好用之處 那剩下的兩人三人四人關卡 大多數來說 兩個人就是 貂蟬加亡原機 那三個人就是 貂蟬 司馬卡在前面 加亡原機 然後 如果是對面有 切後的 司馬肯 我就拿掉放董白 貂蟬 王原機董白 放一隻董白去吃傷害 那四人團一樣 基礎這三隻 貂蟬 王原機 司馬翼 然後 董白 董卓 偶爾 偶爾會放到一隻趙雲 去鎖血 因為趙雲有20%的鎖血功能 這是針對對方 輸出太高的時候 放趙雲也會有奇效 基本上就這幾隻 那單挑關卡 換來換去不外乎就是 王原機 司馬翼 然後 偶爾放董白 有一些傷害特別高的 也會放裝武動作 單挑關卡 原則上 你在第四章會用到的 隊伍 跟角色 就是這幾隻而已 所以你要比較好通關的話 提前準備好這幾隻角色 那包含他的換武 司馬翼 蠻重要的 雕彩這個不用講 然後 火燒隊的陸訓 周瑜可以不用 周瑜可以不用 陸訓蠻重要的 陸訓一定要 火燒隊你少了陸訓的 專武輸出會大打折扣 然後 董卓專武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玩 張飛也行 少數讀狗用劉備專武 極少數 其實劉備上場的機率沒有到很高 大概就這幾把 你如果資源夠的話 可以先準備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去搶前段班 也就是第一天通關的話 原則上來說 第三天 三天內通關 大概落在一千五百萬左右的設計值 你就可以勉強通關第四關 會稍微有點硬 大概落在一千五百萬左右 那第一天通關的極限低標 大約落在一千六百三十到一千七這個區間 我是因為資源屯的比較多 所以我第一天通關的時候已經一千八百出頭了 相對性難度會比較低一點 以上就是今天如何為第一期三合第四章提前做準備的解說 如果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一一的為你們解答 OK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觀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